各位中文院長官大家好 我是中興保全消防事業處 功能師畢信瓦 現在為您介紹雅氣自動沒有系統的 控制主機以及緊急手動開關 首先是控制主機部分 打開主機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一晶螢幕 當有任何異常狀態出現時 一晶螢幕上會顯示出異常的狀態 另外呢就是參數設定開關 由功能師在設定參數時使用的 最後呢各位可以看到四個紅色開關 這四個紅色開關呢 是各位平常時有可能會使用到的開關 首先呢是左上角的X開關 X開關也就是確認鍵 當有任何異常狀態發生的時候 各位可以按X按確認鍵 再來呢是右上角的Alliance開關 也就是警報的基因開關 當火在發生時警鈴會凝響 這時候呢要讓警鈴提子迷響的時候 就必須按Along Silence 也就是靜音開關 讓它提子動作 再來呢就是 右下角的鋁色德開關 當有火災發生的時候 如果說您判斷說自己有辦法可以滅火的話呢 這時候呢按鋁色德開關 就會把火災燈 就會把沒有氣體釋放的熏導取消掉 這時候呢各位可以拿 滅火器自己去滅火 再來呢最後是左下角這個 帶有開關 道火開關呢 噢噓功能是在測試使用的時候 各位可能比較不會用到 各位介紹一下 緊急的手動操作開關 我們把緊急手動操作開關打開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呢有個手自動切換的地方 各位可以利用鑰匙 當各位在機房裡面需要施工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焉塵 或產生溫度的時候 避免系統不啟動 這時候呢各位可以利用鑰匙 把機器呢從自動切換到手動 這時候呢系統就不會啟動 再來呢 為您介紹下面這顆 紅色的圓按鈕 這個是一個暫力開關 當火災發出的時候 我們會出現中文景音 這時候 按下此圓 這時候呢 滅火系統會開始倒數30秒 按下此圓 按下此按鈕 約兩秒之後放開 這時候呢 系統的倒數計時 會從 會跳回原先的30秒 再按一次 又會再跳回一次30秒 然後各位可以利用這30秒的時間之內呢 去機房裡面做查看動作 如果說您判斷說自己可以滅火 自己可以滅火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按下 按上主機裡面的鋁色的鍵 把尋到許家掉 自行滅火 那當各位發現說火勢過大 自己沒有辦法滅火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這裡呢 有一個緊急的操作開關 這裡面有個凹槽 先推再壓 當壓下去之後呢 滅火系統立刻示範 不會有六億時間 接下來請看實際示範 現在為各位介紹 雅七沒有系統主機裡面的紅色操作按鈕 當系統有任何異常狀況發生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在我們的液晶面板 會顯示出異常狀態 此時呢 請各位按下 左上角的一個確認鍵 再來確認說液晶面板裡面呢 顯示出來是什麼異常狀態 當感知器發爆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火警信號 請各位 先按確認鍵 再按靜音鍵 當感知器系統 有感知器發爆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我們的警民會冥想 這時候呢 請各位按 確認鍵 再按靜音鍵之後呢 這時候呢 這時候警民就會停止冥想 此時各位可以進入室內 查看說火源在哪裡 以及是否可以撲滅 如果各位查看火源自行撲滅的話 請看一下右下角的鋁色的鍵 按下鋁色的鍵之後呢 系統的警報信號將會取消掉 此時各位可以拿到那個滅油氣 前去滅火 各位中央音樂長 大家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 雅興滅油系統的香櫃以及鋼品 把香櫃打開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紅色的滅油氣體的鋼品 此時呢 在上面還有一個砝碼 當滅油氣體如果有洩漏的時候呢 如果有洩漏的時候呢 法碼會垂下來 出現狀態 正常狀態時 是保持在上面的狀態 那這邊呢 叫做電磁板 也就是我們的其中開關 當我們火災發生的時候呢 這時候 我們的電磁板會擊發 擊發之後呢 把我們的銅棒 給擊倒 銅棒擊倒之後呢 沒有氣體 就會擊到釋放 那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 擊發弦跟擊發後狀態 各位可以看到 擊發前呢 我們的電磁板 是收在裡面的 此時我們的銅棒是安裝在此 當擊發之後 我們的銅棒會擊發出來 此時會把銅棒給拉倒 拉倒之後呢 沒有氣體就會釋放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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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倒数计时将会回复到3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放开 它会回到30秒 这时候呢 进去现场里面呢 我确认说火灾是否可以扑灭 如果可以扑灭的话 按取消键 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按掉 再按压一次 一样会再回复到30秒 各位可以自己利用在30秒之内的时间呢 去确认机房内是否可以自行灭火 如果确认可以自行灭火的话 请各位按上主机上面的旅測的按开关 把训练掉之后呢 拿灭火器去灭火 如果说 当您进入机房灭火的时候呢 发现说火势过大 无法自行灭火扑灭的话 这时候呢 在手动操控开关这边 有个紧急起动装置 这里面有个凹槽 先往内推 再往下压 灭火器即将立刻施放 不会延迟30秒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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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